中華職棒打點王林一拳 繼2013年世界棒球經典賽之後 今年再度入選世界12強中華隊 很開心 然後也謝謝教練團的賞識 目標當然是 希望我們可以到日本 可以跟世界12強這樣 又可以打到日本的話 我相信對台灣的棒球 整個都是提升的 林一拳每一年在中華職棒 打擊排行榜都威風八面 多次拿下跟打擊相關的獎項 今年更是蟬聯打點王 面對即將到來的12強賽事 林一拳不僅充滿期待 更想證明實力 今年祭出在春訓的時候 就已經知道說 要打12強嘛 所以那時候就一直在告訴自己啊 如果自己有入選12強的話 可能接下來要面臨的 會是更高張力的球賽 有機會再穿上中華隊的衣服 當然就是 盡自己最大的能力 然後有好的表現 林一拳的打擊實力 既有目共睹 守備能力更是逐年提升 他更多次表示 希望利用這次12強的機會 證明自己化身中華神拳 幫助中華隊打出家機 12強中華隊鎖定Mabos 可以吧